历代至下 第二十四章 约阿师登基的时候是七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共四十年。 他的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世巴人。 耶和耶大祭司在世的日子,约阿师行耶和华看为政的事。 耶和耶大为他娶了两个妻子,他就生了一些儿女。 此外,约阿师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就召集了众祭司和立位仁对他们说, 你们要去犹大各城向所有以色列人募捐金钱,可以年年修建你们神的殿,你们应急速办理这事。 可是,立位仁却不急速办理。 于是王把大祭司耶和耶大召来,对他说, 你为什么不命令立位仁把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和以色列的会众, 为法贵的会幕规定的税款,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征收回来,做修奠的费用呢? 原来,那恶父亚他利亚的众子曾经拆毁神的殿, 又把耶和华殿中一切分别为圣的物品,用来供奉巴利。 于是,王下令建造一个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 又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发出通告, 叫人把神的仆人摩西在旷野规定, 以色列人缴交的税款带来,献给耶和华。 众领袖和人民都欢欢喜喜把税款带来,投进柜中, 直到他们都投完了。 立位仁把银柜抬到王指定负责这事的人那里的时候, 他们看见税银很多, 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就来把银柜倒空, 然后抬回原处,天天都是这样。 所以收集了很多银子。 王和耶和耶大把银子交给耶和华殿的办事人员, 他们就雇了石匠和木匠,重建耶和华的殿, 又雇了铁匠和铜匠,重建耶和华的殿。 做工的人不住工作,重修的工程在他们手下顺利进行。 他们把神的殿重建得和先前一样,并且非常坚固。 他们完工以后,就把剩下的银子送到王和耶和耶大面前, 用来制造耶和华殿里的器皿, 供奉和献祭所用的器皿,盘子, 以及各种金银器皿。 耶和耶大在世的日子, 众人都常在耶和华的殿里献凡计。 耶和耶大年纪老了, 数数满足就死了。 他死的时候是130岁。 他和立王一同埋葬在大卫城里, 因为他在以色列为神和神的殿做了美善的事。 耶和耶大死后, 犹大的领袖们来朝拜王, 王听从了他们的主意。 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的殿, 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 因为他们的罪, 神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但耶和华仍然拆派先知到他们中间, 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 这些先知虽然警告他们, 他们却不肯听从。 那时, 神的灵, 临到耶和耶大祭司的儿子撒迦利亚身上。 他就站在众民的面前, 对他们说, 神这样说, 你们为什么违背耶和华的诫命, 使你们不得亨通呢? 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也离弃你们。 众人要杀害撒迦利亚, 于是照着王的命令, 在耶和华殿的院子里, 用石头把他打死。 约阿师王没有纪念撒迦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对他所施的恩, 反而杀了他的儿子。 撒迦利亚临死的时候说, 愿耶和华见察, 并且责问你。 过了年, 亚兰的军队上来攻打约阿师, 他们侵入犹大和耶路撒冷, 杀了民间的领袖, 又把他们的一切战利品都送到大马士阁王那里去。 亚兰的军队虽然只来了一小队人, 耶和华却把一支庞大的军队交在他们手里。 因为犹大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亚兰人向约阿师施行了惩罚。 亚兰人离开约阿师的时候, 他们丢下约阿师, 因为他受了重伤, 他的臣仆要杀害他, 为了报复耶和耶大祭祀的儿子流血的仇。 他们在床上杀死他, 他就死了。 有人把他埋葬在大卫城里, 只是没有埋葬在猎王的陵墓里。 谋害他的是亚门妇人士米丫的儿子萨拔和摩丫妇人士米丽的儿子约萨拔。 至于约阿师的众子, 以及许多警戒他的话, 还有他重建神的殿的事, 都记在猎王纪的注释上。 约阿师的儿子亚马谢接续他作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